很难想象不到两个小时 这一群银罚姐姐们 可以舞动两首曲目 舞蹈之美 孕于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静下心来 透过舞动跟自己对话 有点惆怅 但是同时又暖暖的 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邀请35道剧团 从跳舞 观舞到永探 一步步发掘美人内心深处的舞运 这个交流除了有肢体的部分 也有观赏的部分 那肢体的部分其实呢 其实就是跟大家动动身体 那我们刚刚的效果还不错 大家就是这里酸 然后会流汗 其实流汗的感觉很舒服 然后影片的部分 因为我们带来的是 就是跨世代的作品 不亦察觉的探戏2.0 所以说跟现场的姐姐们 其实是很相关的 那我们也是特地为这个活动 来安排这个作品 我希望呢 引进这个舞蹈啦 艺术啦 让这些热灵组呢 能够来参与 然后认识 怎么样去欣赏一个舞剧 然后呢 肢体也可以动一动 让他们呢 很开心 那刚刚呢 有很多的 这个热灵组 他们有分享 看到这个舞蹈 又有一些分享 很多的感动 与生命连结 打开五感 不只追求健康 还要活跃老化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